新手媽媽好慌張 不知如何帶小孩竟然 還有遇到媽媽是那種 回家過兩天打電話來說 我可不可以再把小孩子拖回去 我們說那你要拖多久 他說可不可以拖到他長大 坐公車自己再回來 今晚九點 女人好戲咧 平常在餐廳有韭菜的話對不對 那今天我們用空心菜 空心菜它維生素吸比較多 對我們耳朵也滿有幫助 而且媽媽在家裡面都是這樣子 捏捏捏然後捏到這邊的時候 這邊粗了就不要了對不對 其實這滿好吃的 不要丟 不過我邊都會刮刮耶 對刮刮的話不會 現在今天這種方式來做的話 就不會了 來 那現在這邊呢 我們要炒另外一個樹的菜 好不好 所以就不要了 沒有啦 我剛剛還好有補充 炒那個樹的菜 好不好 那這邊呢本來要丟掉的 那這邊我們就來切 切這個小粒狀 這樣就不會感覺到粗了 不然有時候你整支吃起來 好像在補充耶對不對 那現在等一下這個炒起來你吃吃看 絕對很好吃 好 這很有創意我覺得 那本來要丟掉的東西嘛 那拿來再炒一個菜最好 好 再來呢現在我們用牛角肉 裡面有帶一點牛的 有帶一點油的 然後裡面呢 帶點油花 對 油花 你在緊張嗎 有一點 你在緊張什麼 奇怪 你來這邊示範這麼多次了 這道菜全世界就只有你知道耶 來 答應我 深呼吸 來 好 來 來 那現在牛角肉放進來 牛角肉本身呢 它鐵質含量會比較多一點 對 對不對 好香喔 很好吃 所以香油可以一開始 牛肉的鐵質是滿高的 對 我們這個四隻腳的肉類的鐵質 對 羊大魚牛大魚豬 好香 好香 你看 有沒有 現在整個腥味不見了 你看很明顯看到它上面有 有些部分是有點焦焦的 有沒有 有 還會跳 你給它聞一下 恰房的恰房什麼味道 來 好香 有沒有 有 恰房味更舒服 然後你在炒的時候 可能剛下去炒的時候 會比較重 比較會連鍋 它現在沒有水分了以後 它會怎樣呢 它的整個 連在鍋子上 那個感覺就比較輕了 油脂就釋放出來 對 好 那現在就像這樣子有沒有 恰房恰房 這樣我們就可以放 你應該很少再炒這個牛肉 豬絞肉炒到這麼乾 對 很少 牛肉 豬肉還可以 牛肉幾乎印象是不行的 來 這個 豆豉 因為豆豉要放得多 因為這個菜名叫 餐蠅頭 對 豆豉要放多一點 然後豆豉也要炒到香味出來 因為豆豉本身你沒有炒的話 它只有鹹 來 你辣椒 這也放冰箱 餐蠅頭算是菜 其實餐蠅頭在大陸沒有這個名詞 台灣這邊它發明出來的 對 就像你去溫州要買大陸 你是奶不到溫州大混沌 蛤 對 好 那現在整個香味 完全散發出來了 我們再開始來加調味料 來 米酒 米酒先來 對 還有醬油 醬油不要太多 因為我們本身豆豉 它那個鹹味滿重的 已經鹹了 對 再來我們再加一點糖進來 它不會那麼鹹 對 沒有錯 對 還有胡椒粉 其實餐蠅頭很簡單做 對 看得不難 把握整個炒的香度出來就可以了 再來我們再加一點點的水進來 要微了 對 一點點就好 好 要把那個肉湯揹出來 沒有錯 沒有錯 好 那這部分呢 調味料放好了 我們再加 這個蔥菜梗 最後下 對 最後下 其實你會感覺它比較老 你可能會以為它很早下對不對 不用 因為它很快就熟了 乍看之下 殼不就是蒼蠅頭嗎 對 只是不是韭菜花而已 對 這樣子 有一些人他對韭菜 你比較嗆的味道 就這樣可以接受 對 太涼了 可以 范老師你怎麼了 它也被嗆到 被嗆到 辣椒好像也可以 對我們兒童風外面有沒有幫助 生辣椒可以 可以 奇怪 我是站在這邊的人 你這樣扇 他就往兩邊去 你知道嗎 沒有啊 一樣啊 你穿菜師傅好不好 誰說穿菜師傅就不會怕辣 還是一樣會怕辣 不是這個香菜館或是這種穿菜師傅 已經炒到我們那哭成不行的 他們還真沒自己 他們天天環 很習慣 那現在蒼蠅頭完成了 好厲害喔 好厲害喔 來 趕快上桌試試囉 好厲害喔 來來試試看這個空心菜蒼蠅頭 好香喔 好想要配飯喔 這道呢 有飯來配的話是最棒的 香喔 我每次吃蒼蠅頭 飯來配就對了 我每次吃蒼蠅頭都要配飯 不會 好好吃喔 你吃一碗那空心菜那種感覺 這要配飯 那裡面 而且是有juicy的感覺 而且你牛肉完全看不出 剛剛炒那麼久 對 好好吃喔 它就回軟了 我可以一碗飯嗎 真的啦 那空心菜好脆喔 真的啦 好好吃喔 聞這兩碗配人吃 這個啊 對耳中風好 對不對 可以預防 蔬菜也夠多 而且最主要是這個是我們本來 媽媽挑菜剩下的人 搖身一變變成一道家養 對不對 這樣這麼便利的方式 我們趕快來謝謝郭師傅 好 主持人啊 非常好 它這個濾防耳中風呢 還有很多不同的東西 其實你一定沒有想到 蔥也是非常好 馬上進行我們下一題吧 有沒有人討厭吃蔥 我超愛 我嚇我一跳 我已經說妳們超討厭 非常好吃喔 而且你知道像我們之前呢 我有兩檔戲的竹井 都在宜蘭 我們去宜蘭的時候 就一定要去買那個 特別的三星蔥的蔥油餅 喔 對那個好吃 對 特別好吃 而且聽說營養菌 成分非常高 對 欸 皓瑞妳都不講話 妳是不喜歡吃蔥嗎 哇 還好 妳看吧 妳講對了 然後不喜歡吃蔥 所以怪不得 怪不得一直耳鳴 妳不喜歡吃蔥的原因是什麼 蔥有一個味道 不喜歡吃蔥油餅嗎 蔥油餅我會 比賽 妳有那麼苦啊 真的啊 講到蔥味比賽 哽咽 蔥油餅我會去吃那種蔥比較少的 真的 對 因為我老公我愛吃蔥 但我一直覺得蔥有一個味道 那個味道我沒有辦法 不是很愛 那蔥油雞妳喜歡 蔥油雞不愛 韭菜咧 韭菜也不愛 妳這個挑食品吃 味道比較重的妳都不行 對 我覺得那味道很臭 今天就是要讓妳改觀 好不好 待會兒我們做那道健康上菜 就算妳輸了我也給妳吃一口 好 因為待會兒我煮了那一道菜 蔥的味道 但幫妳拿掉的同時 還變成甜味之外 真的假的 對 這個是我最擅長 因為我也不喜歡吃蔥 真的啊 那妳還講我講半天 沒有啊 我現在喜歡吃 因為我知道怎麼烹調它 是 對不對 好不好 三位加油 好 馬上進行我們蔥的營養題 來 請問麻煩妳 好 第二個階段 總共分為兩個回合的健康水糖卡 那我們兩個積分最低的呢 就要喝我們精心為妳們特調的 清蔥汁 哇 那個我還好 那個也還好啦 好 第一題 想要預防耳中風 吃清蔥時最好多吃蔥白 效果更好 對或錯 請搶答 配一些 請多答 對 恭喜妳答 錯了 蛤 為什麼 蔥白營養成分不是最好 帥氣的 對 然後就被噴 等等再幫您解答 第二題 輕蔥最好經過油炒 能夠攝取更多的營養 對預防耳中風更有幫助 對或錯 請搶答 欸 佩儀姐請做答 這個我之前好像聽人家講過耶 大多數的人都認為蔥白比蔥綠更營養 但潘老師可不這麼像喔 像大家之所以會覺得 好像蔥白營養成分比較高 原因是蔥白它的那個 黏黏的鼻涕比較重要 對 然後呢 它的那個辛辣味 也屬蔥白比較多 所以因此它吃進身體裡面 它會促進血液循環 對 那增加我們的這個代謝 但是你也不要小看這個 這個綠色的部分 那綠色的部分它 還是有非常多的 像維生素C啦 等等 那就算是它那個鼻涕的部分 雖然少 但它還是有